本月12号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的一处检查站与当地平民发生冲突 造成叙利亚平民一死一伤 俄罗斯方面16号公布了事件的更多细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 俄罗斯驻叙利亚停火协调中经负责人列赞采夫称 事件起因是国际联军的违法行为 报道说12号美军车队违反了所有协定 偏离了既定路线3.5公里 于是决定驱车穿过哈塞克省卡米实力市郊的一个村庄 这引起了当地居民不满 检查站的叙利亚军人拦住了美国车队 禁止他们通过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称 美国军人对当地军民的反应不屑一顾 在双方发生口诀后 美军就开枪乱射 造成当地平民一死一伤 局势一度混乱 美军被迫紧急向俄军求助 俄军赶到后制止了这场冲突 列赞财夫称 美军的行为让他们的高层自己评估 但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 当地叙利亚人原本就反对美军的占领和巡逻 而美军车队随意闯入村庄 更是令人气愤 美国军车队随意闻入村庄 也在这场军车队随意闻入村庄 也在这场军车队随意闻入村庄